瞬時,某個瞬間,某個瞬間要做什麼? 不會錯,不會錯 理論上的數學做法就是把時間間隔盡量怎麼樣? 縮短,盡量縮短,短到極限,極限小就是所謂的瞬時 那麼在數學上就變成所謂的切線 跟前面形度類似,割線是平均,切線是順時 然後再次我一定要找兩個題,因為我們數學不會 我們數學只會算平均,所以一定要找兩個題,像這樣 請問你T1的順時加進度怎麼辦? 理論上就找一個點,這個叫做平均對不對? 然後數學做法就是把時間盡量縮短 我們說這個就是要割線,割開的線,割線代表到平均 然後一直縮短,一直縮小,到極限這邊什麼線? 切線,切線是順時,所以我們講過跟前面類似 前面ST圖的直線代表速度,割線是平均,切線是順時 BT圖的直線代表加速度,割線是平均,切線是順時 但是我一定要找兩個點,通常會找這兩個點 然後呢,帶你我的公司去算,我又得到我的結果 這裡基本上都跟前面類似,都跟前面類似 但是V2可以多做一件事情 面積球位 我們用等速度來講很容易講 我的速度是走了4秒鐘走多遠 李化說 速度每秒5公尺走4秒鐘,5乘4叫做20公尺 這個是李化老師教的 數學老師說,這個圖形上,這是個什麼形啊? 長方形,長方形怎麼算面積? 長乘以寬,4乘以寬,叫做20公尺 所以,物理上就是算這樣子,速度乘時間等於位置 數學上說這是一個長方形,長乘以寬,面積,20公尺 所以VD圖可以讓我做出兩件事情 一,直線可以求加速度 二,面積可以求位置 這個是用所謂的等速度來講 其實換成別的也對 換成這種等加速度也對 這是個三角形 我會做,底層也高,數以二 這種等加速度也對 我也會做,這叫做T形 上底加下底這一高 數以二 任何亂七八糟形都對 任何亂七八糟形都對 面積就是位置 他如果是亂七八糟形,那面積我博中 不會算 博中不會算而已 那如果我們再給你們會算 什麼三角形啊,T形啊,長方形啊 你就代工去算 所以重點 VD圖的直線代表 加速度 割線是平均 切線是順時 直線越斜 代表加速度越大 第二個是 VD圖的面積代表是位移 好,就把位移算出來 位移算出來 那注意哦 我們算出來的是位移 不是位置 我位移五公尺 我從零出發 位移五公尺到五 對不對 我從二出發呢 位移五公尺到哪邊 到七 到七 有的題目問的是位置 有的題目問的是位移 你要注意他問的是什麼 而你這裡算出來的叫做位移 你這算出來的叫做位移 所以如果我們有的題目說兩車要相遇 兩車相遇什麼意思 什麼樣子 兩車相遇是位置一樣 不是位移一樣 兩個車碰在幾次位置一樣 不是位移一樣 這裡要請你注意 你算出來什麼東西 好 再說一次 重點 VT圖的直線代表加速度 割線是平均 切線是順時 直線越斜代表加速度越大 第二計畫 VT圖的面積代表的是位移 面積代表的是位移 把面積代表的是位移 可以嗎 可以